喂,你好 喂 收心院送祝福 这里是腾讯视频年夜饭传达室 有啥说啥使命必答 我是公号03的int1刘宇 啊,小语宝贝 这就是你吗 怎么称呼你啊 哦,我,我,你可以叫我瑶瑶 瑶瑶,您是来自哪里的呢 我是来自新疆 哇,新疆的,新疆好地方 但是我现在在上海 不过我的家乡是新疆 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去新疆转一转 因为真的挺特别漂亮 然后吃的也特别好吃 好 嗯 是的吗 那你在这个小年夜 有没有什么想完成的小心愿吗 嗯,我,我希望 我,我能先说祝福吗 就是我希望你 可以啊 因为我是你的粉丝 我是沙姐 然后就是去年 那个看创作影喜欢上你了 然后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能够遇到你 然后遇到你之后 然后因为,因为你,你,你也一直都是一个 就是特别正能量 然后在,在,在努力提升自己的人嘛 然后就看到你之后也受到了鼓舞 然后也,也,也有变得更加积极的去面对生活 然后也就变,就是真的有努力在像你说的 就是,就是和你一起变得更好 然后我们一起发光 然后我现在,我现在有点激动 然后那个就希望你,你平时工作在忙碌 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嗯,那个没必要刻意的减肥 因为你什么样子都很好看 然后只要健康就好 然后就非常期待未来你可以有更多的舞台 有更多的,嗯,就是机会去让你展示你的果分 然后,嗯,就希望你能够开开心心的 然后,嗯,然后,嗯,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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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就是,虽然我的生日在8月10号还很早 但是我知道以后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跟你对话了 可不可以,就是提前祝我生日快乐 哈哈哈哈,提前祝,哇,这个生日可够了 那,这样吧,我可以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也祝今天的,是此刻也在过生日的人生日快乐 我都送上祝福吧,行吗 这算你来年快完成的小心愿了 嗯,好的,好的,嗯 好,那,我的小的不说多了不乐 这个就不太送上到 祝你小年夜快乐,2022幸福安康 那我们本次通话即将结束咯 啊,啊,最后最后再说一句 就是,希望,刘雨宝贝,我们,我们一直在 就是夏姐会一直等,等你,等你,等到你的个人舞台 等到你的个人 EP,个人演唱会 然后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 我们会努力的去做你坚强的后盾 加油 嗯,好,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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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